叶晨眉头微皱,站了起来,朝着临桌走去 金书惠对神国有恩,对他叶晨也有恩,更关乎轮回玄碑 既然如此,这件事叶晨便不能不管 叶晨对着那欲观男子问道 兄台,刚才你所说的练神风玄女招亲一事,可否与我详细说说 你?天神静? 欲观男子文言扫了叶晨一眼,嘴角浮起了一抹笑意,开口道 怎么,你也对这练神风玄女感兴趣? 练神风玄女生得确实是美艳至极 但是,人有时候要量力而行,知道吗? 有太多的非分之想的话,倒霉的只会是自己 在他看来,像叶晨这样的天神静舞者 根本没有一点点资格参与这次招亲大会的 人家要的可是星悬玉中 大势力之中的才俊 妖孽啊 你一个区区天神静跟着凑什么热闹呢? 叶晨文言,双目微眯 一时间,气氛似乎冷了一些 欲观男子却是满不在乎 甚至面上的笑意更浓郁了一分 欲观男子凝视着叶晨 嘴角一动,正准备嘲笑几句 可突然之间,他身旁那名披发男子 却是面色大变 猛地拉住了欲观男子 低声道 此人,好像是那个狠人叶晨啊 狠人叶晨? 欲观男子文言猛地惊醒过来 他当时虽然没有在现场 可也听说了叶晨的事迹 毕竟,玄金城这种小城 出了件如此惊世骇俗的事情 想不传遍全城都难 眼神淡漠 二十多岁,天神静 这不是叶晨还是谁 欲观男子看着叶晨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身躯竟是微微颤抖了起来 为什么颤抖? 因为叶晨的强,叶晨的狠 甚至有人说 叶晨把马熊和李东浩打成那样 还不如直接将两人杀了呢 欲观男子的态度 瞬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像是受惊的兔子一般 小心翼翼地对着叶晨低头问道 您,您是叶公子吗? 叶晨淡淡道 我的确姓叶 欲观男子的面色彻底苍白无邪了起来 他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心惊胆战地道 叶,叶公子 抱歉 刚才小的不知道是您 多有冒犯 叶晨一百手道 行了 你现在可以说说 选女招亲一事了吗 欲观男子微微地松了口气 看来叶晨并不像传说之中的那么恐怖 当即他小气啄米一般地点头道 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可就在此时 叶晨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同时一道沉冷的贺问 在金箫阁中宛若雷霆般乍响 你,就是叶晨 叶晨转过身来 只见两名男子站在了其身后 正是顾寒与陈阳 此刻 顾寒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而陈阳则是满面阴沉之色 那声贺问来自陈阳 而坐在叶晨身后的几个青年 早已吓得进入寒蝉 行礼道 陈城主好 叶晨和陈阳 哪个都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叶晨看着陈阳 目光微闪 此人就是玄金城城主 陈阳和顾寒都是圣祖境六层天的存在 而如今的叶晨 不借助剑魂和轮回墓地的力量 实力大概在圣祖境六层天 而若是使用了剑魂和轮回墓地大能的力量 即便是圣祖境七层天的武者 叶晨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所以顾寒和陈阳根本对叶晨造不成任何威胁 叶晨淡淡道 不错 是我 陈阳冷笑一声道 你小子倒是坦白 本城主问你 你为何抗命不从 甚至还打伤了两名城主府的差役 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并不是玄金城人 你的命令与我何干 此言一出 整栋酒楼瞬间冷了下来 空气都几乎要凝结出冰霜了 叶晨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陈阳 直接说 你的命令与我何干 那坐在叶晨临桌的三名男子 眼眸颤动 震害的都要无法呼吸了 要知道 陈阳可是圣祖境后期的强者 圣祖境一层天之间的差距便是天倩 更何况两层天 即便如此 叶晨还是不给面子 陈阳双目瞬间冲斜 额角青筋狂跳 周身气息趋于爆裂 在这狂躁的气息中 整个玄金城的舞者都是面露惊恐之色 仿佛滔天灾恶随时都会降临在他们头顶一般 陈阳本就是极其注重面子 现在竟然被叶晨当众打了脸 就连顾寒都不敢这么和他说话 这叫他怎能不怒 陈阳极为猙獰的一笑道 小子 击败了两个圣祖境四层天 就以为没有人治得了你了吗 今天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不给本城主跪下道歉 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叶晨突然转过头 对着那御官男子笑道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啊 御官男子懵懂地看着叶晨 不解 叶晨看向陈阳冷冷的 他刚才说自不量力 倒霉的会是自己 这话用在陈承主身上 倒是挺合适的 轰隆一声巨响 圣祖境的今乎实质的强悍气息 从陈阳身上爆发而出 瞬间这以极为坚韧的材料建成 又有数刀阵法加持的金销阁 竟是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之声 仿佛实际台风之下 残破的木屋一般 陈阳死死地盯着叶晨 再也无法忍受 灵力一涌就要直接出手 可突然之间 一只手却拦住了陈阳身前 顾韩的手 陈阳微微一愣 强行压下气息皱眉道 顾公子 这是 难道顾韩要保这小子 陈阳的脸有些黑了 原本他针对叶晨 是为了在顾韩面前证明自己 可现在 他却是彻底和叶晨结怨了 顾韩淡笑道 陈城主 此人交给我 陈阳有些意外地看着顾韩 他不要保叶晨 而是要自己对付叶晨 这叶晨又怎么惹到他了呢 突然陈阳的眼中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下一刻 看着叶晨 脸上则满是笑意 叶晨刚才说什么 自不量力要倒霉 这还真是说对了 不过是用在叶晨自己的身上 金书惠是顾韩看上的女人 而叶晨刚才 似乎是在打听金书惠的事 顾韩这个人平常似乎很淡漠 可一旦涉及到女人 便会变得无比无比的小心眼 在他看来 叶晨这种人 连对自己女人有兴趣的资格都没有 甚至是罪过 顾韩玩味地打量着叶晨 冷笑道 你好像对恋神风玄女很感兴趣啊 金霄阁中众人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叶晨身上 他们想知道 面对陈阳 都无比强势的叶晨 会如何回答 下一刻 叶晨却是摇头了 他淡淡道 我并不是很感兴趣 众人闻言 无由地以待 看向叶晨的目光之中 也不免戴上了失望之色 这时候 叶晨竟然是怂了 难道刚才面对陈阳的气势 都是装出来的 在感受到陈阳的恐怖气息之后 就怕了 不敢装了 所谓的狠人看来也不过如此 陈阳和顾寒对视一眼笑了 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他看着叶晨 轻蔑地一笑道 既然没兴趣 你为什么要特意打听恋神风 玄女招亲的事情 叶晨扫了他一眼淡淡道 因为他是我朋友 叶晨虽然对金书惠有好感 但也不是那种男女之情 如果这次招亲 处于金书惠自己的意愿的话 叶晨不会插手 但若是有谁 想强迫金书惠 做他不想做的事 叶晨也绝不会允许 可陈阳以及顾寒听到以后 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仿佛听到什么 全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顾寒满面笑意地说道 朋友 小子我看你 连恋神风的规矩都不知道吧 恋神风弟子一旦成为玄女 便禁止与门派之外 甚至本门的男性接触 金书惠当年 便是因为其绝世容颜 引来了众多目光 不胜其扰 才选择成为玄女的 还去上界的一处神秘之地 待了很久 他几乎只往来与 那个上界神秘之地和炼神风 你又如何有机会成为他的朋友呢 叶晨沉默了 当初魔皇降临神国 金书惠是强行撕裂虚空来的 此事他自然不能过多透露 故含面露得意之色 现在这小子彻底装不下去了吧 可谁知 下一刻 叶晨却是开口道 与你何干 你以为自己算什么 我怎么和秦叔会成为朋友的 需要向你汇报 他自然不会说出来 自己来自神国这件事 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上冷家 上界女皇 地渊殿还太早 而且只待15天 所以 叶晨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至于名字 整个域外和上界 不知有多少同名同性者 那些人要查 名字无用 可金习阁之中的众人 却是撤离杀眼了 一个个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 这小子怎么回事 这态度变来变去的呢 顾寒却是笑了 阴冷阴冷地笑了 叶晨说他算什么东西 他出身自原山顾家 别说是整片原山山脉了 即使是在原山山脉附近的诸城之中 都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态度说话 没看见几位好面子的陈阳 都对自己毕恭毕敬的吗 现在 一个天神静的废物 不仅对自己看上的女人 有了非分之想 还直接想羞辱她 好 很好 顾寒周深散发出阵阵冰白寒气 整个人宛若化身灵冬之神一般 对着夜神立鹤道 小子 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了嘛 既然你冒犯了本不该冒犯之人 那就死吧 小子